我 通常登魯伊是課金人士玩 因為他的啟動 其他主要是大擺向 很少看到登魯伊玩中小型的 都有的 但效果不是很顯著 我其實我不喜歡先手 散滿先手 其實什麼都沒得做 見到精靈狼不能選擇 裝武器就打他 這個我沒辦法 吃3點傷害 我擺一下 擺多一擺 我進了 現在我們帶了一隻的王 然後我們帶了一些攻擊力 其實兩隻都是普通圖騰 但火絲圖騰騰是比較有用的 呃 猜狼忍 看他這次有多少傳奇 他經常都見到玩這個 可以選擇的兩個選擇 只要用法術 不是法術 也好 那 也好 也好 那 也好 吹了 沒辦法 不吹了 有時候 越多 turn 就越多 有個怪獸一場 這個也是 挺麻煩的 我再找兩隻炭 全量 兩隻火元素 在手中 絕對 開局 終局都不太有用 一直卡住 沒什麼小牌 野性之外 我出到第2次了 如果真的 需要彈的話 就 可以這樣說 拜拜 好 廢擊 這個 出得好 看他還可以搏什麼 他能把一隻 清掉一隻的話 我就無法清掉 他的零死 是來見嘲諷 這隻 不停地抽牌 我可以選擇出阿故斯 然後尋入他 這樣也會變成3 3 再能 他可以選擇 7 有機會出 一些 我會變成3 3 就不能出現前場 兩點傷害 那 他還要 加上一隻 加血 不要出了桑南亂 抽一抽牌 召喚一隻兔頭 這一刻不和他追著 他一定會和我吹的 想想如何對付4-6 妖術可以使用 先點妖術 先點妖術 不要用一一撞 先點妖術 防禦火元素 用一一撞去2-1 然後再打人 這個場地就遇上我 這隻狗哥翠 會不會有更多大牌 火多一手 他解到我這樣的時候 可以選擇出 多隻火元素 火元素 兔頭 還有超載 自己打3點 我們可以先出兔頭 這次就要出對 火元素打臉 他手快剩下3張 大家都已經是 去到... 都還沒的階段了 很怕那些... Death Ring 或者這些大牌 打到後面其實很難打的 打得到E 沒有神抽 就用王牌獵人 可以選擇抽一張牌再想 其實沒所謂 先出了殺手 再抽一張牌 繼續打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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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打下去 沒有坦沒有解場 就完了 是前期捱得辛苦一點啦 前期捱得辛苦一點啦